今天我們是Nismo的踏車距 今天三台車在一起 而且三台車我們都要出去試車 試車之前一定要好好認識它一下 非常謝謝我們今天車主的分享 我們這台350Z的Nismo 台灣就是目前聽起來是Only One 要車距都是每天在距 就自己跟自己距 是 但是這台車的 孤方自賞 孤方自賞 別這麼說我們大家好羨慕喔 那這台車你平常實 好像也盡可能的讓它維持原本原廠的樣貌 對對對 因為其實Nismo版本就像你哥講的 它其實生產出來 它就已經是賽車化了 那其實你不用經過太多的一個調教 對 所以我就覺得 這台車其實你細細的去發現 它有很多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對 所以這台車也是值得膜拜的對不對 歷史定位來看看 這台2008年的等於是370之前 370的前輩對不對 對 那時候它出來原廠設定就是比較偏賽車嗎 應該說這個時候呢 2008、2009 就是大概跨到370了 所以這也是末代的這個Nismo Nismo的350Z 它大概是最後最後把所有的好料都加上去 再來就是應該說它的其他一些配置都很穩定 那我們可以看到車頭其實有比較 往外延伸的這個下擾流 它就是也是為了空力 對 那車主應該裝這個 加裝這個乾式卡碟的這個定封液 這個其實也很賽車 這個現在的賽車都有這個定封液 卡碟定封液的方式來做 前下前車都穩定 高速的時候 那這是車主自己的個人化搭配 那應該說這個車系 由於這個車系其實 總的來說它沒有變化很大 所以 Nissan 就是我一直一直細調 微調讓它沒有大改 但是細調讓它細的部分 可以有更好的配置 就像我們剛剛之前講的 前面前後都是Brembo 然後它這個原廠是前18、19 那車主把它改成19、19 就是希望其實前面比較穩 因為這個是後驅 那前輪如果抓得力更好的時候 這個穩定性更高 但是這就是隨著車主自己的規劃去做修正 這個也沒有差別 所以這是一個基本上的慣性 再來就是它的高轉可以到7500轉 而且只有手排 所以這是手排玩家 夢寐以求的這個賽道玩具 好帥喔 其實我當初也是看到它是唯一手排 所以我才買這台車的 樂趣才多 對 又有樂趣又稀少 不會跟人家一直在車聚這樣 對 沒錯 還有車主要聊 就是你在這個車的限量上有什麼發現 對 你好像頗有收穫 其實我之前剛前面有講到 我有上網Google很多功課 後來我發現一個北美的一個社團 它就是專門 FOR這台Nismo的一個社團 就是專門FOR 350Z Nismo 真的喔 對 有這樣的社團 然後後來我進去之後 它要求我提供我的限量名牌 出來 它有一個限量編號 我是1371台 它在07、08年的時候 總共Nismo生產了1613台 我是集中的1371台 所以等於我也是算Nismo版本的後期車種 對 而且它還有每一個顏色 它生產數量其實在這個社團裡面都查得到 那坦白說這一台車因為全球 你剛剛說才1671台 13台 1613台 對 真的是不多 然後所以大家聚在一起 其實有遇到車子什麼狀況 反而大家交流的那個熱絡度是蠻高的 對 就比如說有誰撞掉了 可以殺肉啊 然後你就趕快拆 這個人實際 對 突嬰部隊趕快出現 這個人竟然說這個很實際 對 很正常 對啊 別人痛苦是我的快樂 不是 如果撞到沒得休了 因為它的東西沒有在外面買不到 對 只好可愛 只好可愛 你就趕快突嬰部隊趕快出現 所以是這樣子 遺愛 至少車子的某個零件還在這個世界的某個角落 是 是 是 繼續使用它去發光 我們剛剛看它比較原廠的設定 可是整個車子的線條 感覺出還是蠻禁忌的對不對 是 呃 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的葉子板其實比較外闊 那葉子板 你看我們摸 我們一般房車葉子板哪有手要張開 我要張這麼開 這麼開 是手掌開度的這個葉子板 有點肌肉感 但是又不會太外顯 那變成說 其實這有一點比較 應該說還是遵循著這個90左右 一個樣式的概念 我們可以看到最新的在2020年 其實有Zcar最新的Pavio 它有想採取這個1960年的設定 把元素加上去 可是大家罵聲一片 覺得那個太未來 就是太不符合原來Zcar的這種優雅 所以我們想那個新款的Zcar上市的時候 應該會再做一些修正 因為這樣子的方式跟這樣子的表現 其實是有一種 有一點白舊味道 也把當年的設計的風格留下來 確實 然後我這樣從前面看過來 這裡有個Z 我覺得這很好看 吸引到我的眼光 然後還有就是後照鏡這個地方 它也是用個弧度 我覺得燈具要怎麼這麼大一個弧度 其實難度有點高吧 這個還好 但是這個好處就是 它在很明顯的地方 一般都在葉子板上做一個方向燈 它在後視鏡上做大年級的方向燈 對於安全也有很大的幫助 你打方向燈的時候 因為這個位置比較高 對 而且它用的燈花數比較多顆 就可以比較明顯的通知側邊的人 而且這是立體 對 除了側邊看過 你從後 從前都看得到 甚至連燈花都有做 所以這是一個180度面 都有辦法看到的 前中後看到你打方向燈了 對方向燈 這是一個安全的設計我覺得不錯 那它的車門版我很喜歡 是 這個是原廠的 原廠做的特別做的 好好看喔 外凸式的 像是一個撥片 哇 這個就是要出去禁忌 你椅子都換了 對啊 要同意 看起來比較兇一點 確實喔 那它上去這一塊 就比較還比較剛好一點 但是在那個背景 就是在我們的門檻那裡 又有個Z 立體的Z喔 好好看喔 是啊沒錯 那我們現在看到車尾啊 我好喜歡這個 雖然每次蘭尼克罵我 都形容人家有草莓的look 其實都是原廠設定 一層一層的 很好看 尾燈這個是也是它的特色啦 因為目前這個時候都還是 應該都是燈泡 對啊 你就是沒有鬥手腳嘛對不對 沒有 但是就是有它的風味 而且你看這個 應該說這個尾燈 它是一整個連貫的 一整片 所以就是其實還滿造型特別 跑車在 能夠在品牌中存活不容易 那Z系列其實有50年的歷史 剛好在2020有50週年 跟那個1969開始的也跟我一樣 就是在2019年的時候 GTR也是50週年 所以大家都是50週年的一份子 所以尼燈做50週年的時候 有做GTR 有做Z系列 他們都是跑車系列 這是在原廠上的一個歷史經驗 所以原廠沒有放棄跑車這件事喔 持續有把新技術都導入 很辛苦 很辛苦 但是還未至少 尤其這樣講 對 要給它排排手 然後各位看 這個尾翼是原廠 我覺得尾翼確實很好看 也滿大塊的 原廠做的喔 不是自己手揚改的 那下面呢 很值得看的是下擾流 對 你看這個下擾流 其實我們一般車子的保桿 原廠都做成順著尾巴 圓圓滾滾 但是你看這個 它有做這個 做突出來 甚至做一個後面的角度 然後做一些這個金屬網 這個都是完全走 雞雞賽斯賽車的路線 它很像看起來像菇拉那種感覺 前面很保守 但是後面就非常純賽車 這點連保時捷 都不一定做成這樣 所以我才說這個後面 有把這個賽車元素帶進去 你知道日本比較保守 對 前面看差不多 後面看就是一篇文章 所以我都欣賞這種很隱匿的做法 但是在車尾 你跟著說 這個包不容易 這個包是你什麼才有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應該說這個 所以賽道版的概念 跟賽道版的精神 對 那這個車其實基本上也有做 車身的點焊 跟搶化 讓車身的強度 比一般的車型更更更更更 車身更硬 還有就是配這個Brembo前後卡鉗 前四後後二 也是也是應該的 因為一下賽道要搶化 那所以這就是原車在設定上的一些規劃 可是車主你沒有按耐住自己的 沉沉欲動的改裝的欲望嗎 沒有去大調查 其實我改的東西都很簡單 就是可以做更換的一個動作的 改裝布品 譬如說 輪框 賽車椅 還有排氣管 它是可以 我要復原的時候 可以立刻復原 方便 對 所以你也是傾向於盡量遠一點點 對 你剛剛輪框 我跟Eddie哥第一眼看到 還誤以為它是原廠的 沒有 讓我們介紹一下 對 你是自己設計的是不是 其實這一顆框是我請朋友 他請一個設計師去畫出來 然後直接請工廠去依照我要的這一支 然後offset 然後去做這個鍛造的一個設計 鍛造很好看 在配金色 好看不得了 其實我初看我也是原廠 因為這個型其實很搭原廠 然後它所意思是說 它能夠跟輪弧接齊 完全齊 就會有一個甚至有點外趴 就有一點這個所謂的 往外開 對 往外有一點這個所謂的 其實抓DT會更好 那其實極限也更高 那也有一點其實歐洲車的設定 這樣的做法 就是會更穩 對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好的做法 而且是車主自己本人來實踐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改裝過程中的一個樂趣 對啊 而不是 我今天我想要改這個框 我要煩惱說 我要什麼什麼樣的款式 不用 我自己設計 自己請工廠做 對 這樣才好玩 對 這真的 就是達到個人客製的最高標準 然後用一台 其實資格符合 因為這是Nismo 350Z 對 別人沒辦法說嘴 沒錯 那它路上開又很厲害 問題是你在改裝過程中 你有沒有遇到一些 比較麻煩的事情 還是一次就OK了 其實我都有設定好了 所以做完之後 它就直接裝就OK了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厲害耶 因為有專業的一些規劃 對 所以大概做多少角度 會先測試先測量 再來完以後照標準做 台灣這個技術其實是很發達的 對 其實比國外方便 所以這是一個優點 還好你Cue到這個位置 我從這個角度看過去 我覺得它的弧度圓中帶鋼 鋼中帶柔 然後又有一點角度 好好看喔 其實我最喜歡就是它的 這個後保這個部分 它其實有點乖張 而且它有把 它這個Z的設計 保桿設計 它又把雄性的一個特徵展現出來 雄性特徵在哪 排氣管啊 通常汽車排氣管 都會把它隱藏在保桿裡面 對 它們其實是把它外露出來 我就會讓你看到 我的這個雄性特徵 對 我就是充滿禁忌的車款 對 對 大港的在這裡 對 對 既然都說到這樣 其實就是料狠話 旁邊那兩台有準備 這個看家本領 我們今天也出去試一下 看看你的燃車厲不厲害 出發 大夫你好 來現在帶我們一下 體驗一下甩尾好了 小角度就可以了 小角度是不是 對對對 不錯 其實大夫你看應該會覺得這個 後去直接產生的這個 應該說甩尾這個動力 來得很直接吧 對 應該幾乎是原地就可以開始起帥 對 那你會不會覺得這個應該350Z 應該是比較 應該比起來應該比3000Z 比較好擺動吧 其實它因為它比較純機械一點 對就是 所以我只要基本的防滑把它關掉 就可以 其實就很簡單 哇 這樣子 而且其實也不用太大的處理 對而且它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 Nismo其實它出廠的時候 它有在車台上面有做很多的強化 喔 所以你開起來你在轉向或者在甩動的時候 對 它的指向性啊 什麼都還不錯 還不錯 都蠻準的齁 所以其實就是小甩其實都控制得來 對 所以你會推薦說 如果要買類似這種車子 其實350Z是一個不錯的方向 不錯的選擇 嗨各位跨錢小贏家們 看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 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設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最新資訊囉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試駕 統統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E VIN跨錢大贏家吧